立正 請你 請請 所以我們 前面從一些社會的現象和家庭的現象 現象社會 組織 教會 這些 來談一些美國的基本精神 但是 我們現在要跨到比較大的一個面 就是整個國家 的這個部分 而且 要跟台灣的關係要拉近 所以 我們 談的 我們就必須談到 很實際的 你在外面 了解這樣的一個論述 台灣應該 列為美國的一個佔領地 他是他真實的地位 是美國等於委託 這個 蔣介石集團來這裡 美國 的這個管轄權 一直還存在 就是 他要管的 演不演而已 對不對 那你看 阿扁以前 那個時候 我記得阿扁 就好像早期的那種 早期的有一種 電動 或是就是一種發球 他就會 蹦蹦蹦蹦蹦蹦蹦 阿扁那個時候 我看了好幾次 阿扁就是 後面的一些人 像黃照堂 這些 喔我們要獨立 要獨立 蹦蹦蹦 喔開個會 喔 應該獨立 喔 應該加入聯合國 喔 應該 遊說所有的國際組織 喔 這個力量已經好像 已經在升起升起 然後美國就說 不可以全部獨立 然後 噗 全部扔下來 對不對 然後重新開始 其實都是一樣的 對 欸 手牽手 我們已經擬具這個力量 要做自己的國家 喔 噗 喔 羅榮光 又提出要進入聯合國 噗 噗 又進來 美國說 我不支持台灣進入聯合國 啾 又下來了 每次都是美國在講 那 有辦法你就說 那你講什麼 我不理你 敢嗎 美國那個在台協會的那個主任 就講過 不聽 我絕對有辦法制裁你 你做做看 啊這樣 麻硬酒也好 千水扁也好 不敢動 對不對 所以 後面 這個木偶 後面誰在拉線 這是一個木偶欸 中華民國 咕咕咕咕 咕咕咕 這是一個木偶而已啊 後面有那個線是美國在拉的 OK 所以 我們了解到這個的時候 你在外面 你要推動這樣一個想法 當然 很多人 很多人 會說 你這樣做 啊 中共不會同意 中共不會贊成 那好 這個不必多談 因為 歐巴馬已經宣布 澳洲要駐軍 那你不喜歡 又怎麼樣 你中共要美國 派軍到亞洲 他更接近 更容易去處理亞洲的事情 包括南海 一些爭執的問題啊 OK 所以這個 可以見 美國並不怕他怎麼樣 好 接下來 是 你碰到一些水者 欸 你碰到一些人 他是流血回來的 跟你講 這個好像 你談這個論述好像很奇怪 好 為什麼 OK 包括在台灣 的這些水者 他是去美國 他選美國憲法 我們這塊 我們這個區塊 對不起 他可能沒有碰過 我們這個什麼區塊 美國海外 美國海外 佔領地 的管轄問題 這個他沒有學過 他如果選美國憲法 他如果選美國基本歷史 他最熟悉的是什麼 五十州 五十州的這個行程 五十州的這個行程 了不起 懂一點 這個各州的憲法的基本精神 美國憲法的基本精神 他一定比較了解 海外管轄地 什麼情形 對不起 他一定是沒有學過 這是非常 可以說 可以說冷門的 為什麼 因為你平常人 你用不到 連 美國的 美國 學生學法律師研究所 法律研究所畢業的 對於 我跟林博士研究的這個 我們叫零和論述 我們所 討論的 基本 結構的司法判決 OK 有的是 有一個1819年 有一個 1850年 1853年 其他 1901年 OK 110年前 反正這些判決 是美國的那個 法律研究所 沒有談 沒有談這些判決 因為這個判決 都是有關 領土 擴大 擴大的那個 那個問題 那個法理結構 包括 征服 雙人征 征服 征服 土地 所延伸 的法理問題 他沒有學過 因為他在美國做一個律師 這個東西他用不到 他用不到 所以他們 法律研究所沒有學 這個在他們的視野以外的 我們不是在批評 我們只是在談事實 他不知道這個東西 所以 你必須有心理準備 我 我在台灣 以前 我太太的妹妹 有一個房子在民生東路 本來我們要 因為他在南部 我們幫他租出去 結果租的是一個 一個律師 他要租那個是一個律師 我們跟他簽約 我們就跟他朋友聊聊天 他說在什麼大學 我忘記是不是福人大學還是哪裡 也在講 中華民國憲法 一個律師又在講憲法 那我 我太太看我 我看他 就比較接近我研究方塊 那我就說 那請問 可不可以問一個問題 到底就是 到底 台灣是 哪一年 併入 中華民國領土 他說他不知道 一個憲法學的教授 那你教的憲法 在台灣實施 是不是表示台灣是屬於你國家領土 但是什麼時候併入 他不知道 後來我說 我就因為 我們的基本禮貌是 不要喬家 反正我要收房租 那你幫我查查看好不好 好啊 隔了一個月 我又碰到他 查不到欸 查不到 那我們聯合論述是說 查不到的話 就 選舉 停止 在查到為止 對不對 是不是比較合理啊 欸這個問題 不能留問號在那裡 所有的聯軍 主要談什麼 美國 英國 法國 蘇聯 沒有任何的文件說 4月25號 1945年 是由台灣的領土主權 移交給中國 沒有 台灣光復節是不損在的喔 沒有這回事喔 所以你什麼時候併入啊 而且是美國打下台灣 美國把中華民國的軍隊 軍官移到台灣 如果有所謂台灣光復節 是美國宣布的 比是中國宣布的喔 你沒有資格啊 台灣跟你無關喔 所以你必須回答這個問題 如果不能回答這個問題 那我說選舉先停 而且很多東西要停 是不是要停止收稅 是不是要停止ABCDE 川普要停啊 啊你無頓利的發言可以停 你馬英九的發言也可以停 對不對 一直到你這個問題回答為止啊 對不對 所以我在 我在這裡其實我一直是認為說 我們要抓著這個不放 我是希望到時候 我們一定 我們的目標 反正很清楚 我們一定 有一天我跟林博士 還有幾個人 要站在台上 然後就是說 很簡單嘛 按照 美國總統 給我們的傳線 按照美國憲法的傳線 台灣關係法 三個公報 一個中國政策 九金山和平條約 今天宣布 中華民國立法院 搬到金門馬祖 中華民國總統府 搬到金門馬祖對不對 這是我們的目標啊 對不對 你搬到你的祖先領土啊 你回到不出 這裡是你的 那美國已經算佈 確實不是你的 所以拜拜 而且要 立刻執行啊 立刻執行 那個時候 其實現在美軍 已經每天再分的進來 所以那個時候有美軍 直接派到那個辦公室 告訴他們 48個小時以內 全部清空 全部清空 飛機在松山機場 你直接送過去嘛 對不對 然後外面 我們已經請 這個 國際 國際包裝公司 外面什麼 後紙箱啊 什麼 都有給你 無限供應 就是趕快離開啊 對不對 OK 所以 這個是我們的 我們的目標 我不知道為什麼 人家以前沒有想到的 這是該做的嘛 這是該做的嘛 OK 所以 美國 的這個 在海外留學回來 寫美國憲法 它沒有接觸到 海外管轄這塊 所以 你會收到什麼批評 第一 喔 你想把台灣送給美國 對不起 我從來沒有這樣講 從來沒有這樣講 第二 喔 你想把台灣變成美國第五十一週 No 我跟林博士從來沒有這樣講 從來沒有這樣講 喔 第三個 喔 你想把台灣變成美國的一部分 No 我從來沒有這樣講 好 所以 我提出這三點 我全部否認 如果 哪一個學員可以現在站起來說 我們為什麼 不是這樣講 那 已經算你很厲害 所以 我必須 細細的說 到底 我們在講什麼 到底我們在講什麼 你想把台灣送給美國 喔 不是 台灣問題 是 一般外面有兩個說法 一個是 中國內戰留下來的問題 每日 美國跟日本 每日 太平洋戰爭 留下來的問題 是A或B 你看一般的新聞報導 就是給你選 是中國內戰留下來的問題 不是 台灣是美國 日本 在太平洋戰爭所留下來的問題 跟中國內戰 沒有很大的關係 跟中國內戰 就是後來那些流亡人士 跑過來這裡 就這樣而已 法理上跟他們的那個無關 OK 所以 你想把台灣送給美國 不是 因為 是因為 美國 日本 太平洋戰爭所留下來的這個爛灘子 變成台灣 還在美國管轄下 九金山和平條約 第四條 B 美國軍事政府對台庭地區有管轄權 什麼叫美國軍事政府 軍事政府是 是 佔領地的管轄體系 佔領地的管轄體系 那 換句話說 你是軍事政府在管的 你就是佔領地 所以第四條B已經講得很清楚 台灣是美國的佔領地 第23條A 美國是主要佔領權 美國是主要佔領權 欸 我在台灣好像沒有看到美國 但是我看到中華美國 主要佔領權 是要佔領權 或是說代理 所以中華民國就是代理而已 中華民國沒有簽那個約 OK 所以他不是 可以在那個 九金山和平條約 的結構下 可以主張什麼權利 不可以 所以 這一部分 因為這個 歷史的這個 因素 變成 台灣是美國管轄下的地方 美國尊方 專家 管轄下的地方 所以 先 先認清楚 事實 先把事實 認清楚 我們再看 怎麼走出來 我們要走出來 我們未來要 在建國前要自治 自己的治 治理的治 我們要 越來越高度的自治 OK 在建國前我們先發揮高度的自治 跟 獨立 是很接近 我們把國防外交包給美國去 好處 我們來享受 壞處 我們叫美國去處理 對不對 我們以前 我坦白告訴你 我們以前 我講話比較痛 所以我 而且我鼻子眼睛太明顯 我不參加什麼台獨什麼會 但是我 我跟林博士會派人去 我們會派人去 他們就說你問他們這個問題 問他們這個問題 問的問題很簡單 你要全部獨立 好 你全部獨立 中國那邊 政府 暴動 人民暴動 如果 現在 每天有十萬個難民要飄過來 作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你必須有難民政策 你必須有 孫求政治庇護者的政策 請問你怎麼處理 台獨大佬 包括剛剛過世的這一位 從來沒有人回答得出 那既然你回答不出 是不是你台獨要暫緩 喔 打死也不承認 你看 這樣的矛盾 然後你讓這個人領導一個團體 很簡單的問題都回答不出 然後這個人是領導者 那他的 他的 跟著他走的 在我們看起來非常的盲目啊 也不 國際社會不可能 有這樣的安排 你自己本身 沒辦法有這樣的安排 所以 台灣在美國管轄下 中國有那個難民潮 我第七艦隊放在這裡 No No 不要過來這裡 台灣的難民問題是 美國華府 華西頓DC 聯邦政府的問題 不是我台灣的問題 尋求政治庇護 我一年要接受多少人 那是美國聯邦政府的問題 不是我台灣的問題 我 美國管轄下 跟中國的這個 亂政治 隔離啊 我就是要隔離 對不對 所以 我每次碰到 這個四川人 我就問他 我說 四川啊 你多少人口啊 他說 一億多啊 我說 那請問啊 你歐洲啊 哪一個國家 有一億多個人口啊 他想想 好像沒有 我說 對啊 那你還在那裡挺中央指揮啊 你不會覺得很羞恥嗎 你為什麼不做一個堂堂正正的四川人 欸 他想想 欸 好像有道理啊 所以我說 對啊 舉手 四川獨立 四川獨立 這本來應該的 你可以做為自己的國家 你還交稅給他 然後看他要 還你一點點 其他就放在他的口袋 回到瑞士去了 最近我放到一個四川人 不是有那個 不是有那個唱歌 有那三個女孩子 然後有一個 在中國被燒傷的 有沒有 什麼 他們都是用英文名字 Selina 他姓任 他的爸爸 我們 影劇圈我們叫他任爸 對不對 我最近在 在錄影我碰到任爸 我跟他在聊天 他是四川人 欸 他大學是台灣人 我說欸 四川你多少人口欸 我就慢慢跟他開始講 他說欸 我講我這一套以後啊 他說欸 我沒講過啊 不過 maybe maybe這個道理也 maybe通啊 對不對 但 他很非常的 他非常的 他非常的 你有看電視上 他非常的 很快樂欸 他非常的 幽默什麼那些 我覺得說 如果是我向他受 這麼大的一個打擊 我能維持這樣子 所以 我真的很佩服 我很佩服他 他能這麼快樂 去這樣的 做這個事情 不過因為 我兒子也 22歲 所以 我也請教他說 你養這個 明星女兒 有什麼訣竅呢 他也告訴我一些 他的過程 總總總 那是對我有點參考 OK 所以 我們看到這裡 我們看到 第一個話題 是不是要把台灣 送給美國 不是 所以 這個地方 美國南北戰爭 是怎麼開始 有一個酒叫 南Carolina酒 在東海岸嘛 南Carolina酒 宣布說 我推出聯邦 為什麼 你知道嗎 南方要努力制度 因為他有棉花 他有大的農田 他小很多的人力 北方工廠 社會秩序不一樣 所以他反對努力嘛 所以南方 氣詐了 他就說 我推出聯邦 而林肯 就引述那個 美國憲法說 不可以退出 不可以退出 一旦進入聯邦 結束了 那是什麼意思 酒 你是一個酒 你永遠是一個酒 你不能改變 所以 我們從歷史 南北戰爭 我們知道這個事情 酒 在美國聯邦體系 是最後一個狀態 不能 退出 欸 但是關島呢 關島是一個州嗎 他不是 沙摩瓦春島是一個州嗎 維京春島 沙摩瓦克 你不是看報紙上 沙摩瓦克 你不是看報紙上 沙摩瓦克要公投獨立 就不可以公投獨立 海外領土可以 他還沒有進入 最後狀態 這個對我們台灣 是不是很重要 很重要 海外領土 不是 在美國體系 最後狀態 他可進可退 普特利庫可以 退出美國的關稅體系 或是他可以 提升為一個州 他可以 前進後退 所以 這個話題就是說 我們沒有把台灣 送給美國 台灣還是發展他自己的 就像 你這幾天有沒有看 林博士已經拿到 美國做的那個 身份證 已經有一個 已經有一個樣張 我是 經過美國 國家安全委員會 指定的製作公司 我們已經開始要發身份證 接下來 大家有身份證的時候 他會 我們會先組一個團體 到美國去 創官 不是創官 就是先 實際上去到那個 海關那邊說 好 我要入境 我用這個憑證 JC一步一步 如果這個有了 那就表示 美國承認 那我們就一步一步 嘛 我們就釐清台灣的地位 但是我們還是 維持我們自己 所以 林博士說 住在 來來大飯店的 所有的住戶 可不可以說 這個來來的所有權 是我的 那也不行 所以 住在台灣 這個所有權 所有權有兩層 一個是你個人的相對 土地的一個所有權 但是更高的是一個 一個等於國家體系的這個所有權 一個政治體的所有權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繳 地下稅 房屋稅 因為上面還有一層 對不對 所以我個人的所有權 跟這個政治體系的所有權 這是分開的 OK 所以 我們 雖然不能主張 我們最後的領土主權 是在台灣人的手中嗎 領土主權是在政治體系裡面 是一個政府體系裡面的 世界上沒有人民擁有領土主權 國際法沒有這樣子 很多 台獨團體也把這個搞錯了 天天在自由時報說 台灣的主權屬於台灣人民 那是憲法學的一個說法 但是從領土割讓的這個觀念來講 不是這樣 領土的主權就像 Louisiana 你去看美國歷史 Louisiana一大塊 Louisiana領土 是屬於法國所擁有的 美國跟法國談判 法國割讓給美國 1804年 美國又補償他多少錢 領土主權過戶給美國 領土主權可以買賣 條件是國家與國家之間 OK So 我們不是要把台灣送給美國 我們是要 讓台灣人能高度自治 在美國 在美國 在美國體系裡面 發揮他的潛能 我們將來參加奧運的時候 我們用什麼名字 我們用台灣一個 英文一個字 台灣 我們用台灣 我們參加國際支持 是用 Chinese Taipei嗎 No 台灣 一個 所以我們順便證明 在所有的國際 那個團體裡面 Puerto Rico 是用什麼名字 是用Puerto Rico 它是一個國家嗎 不是 它是一個美國海外管轄地 但是這樣的話 都可以用自己的名字 我們台北為什麼要用 中國流亡政府在台灣 這個名字 不好啊 台灣人沒有辦法發揮啊 所以 這個是讓台灣 回到台灣人的管轄裡面 而是把這些流亡的人 給它排除掉啊 這個才是就台灣的正確的方式 好 第二個是什麼 我們剛剛說的 人家會批評你 什麼零和論述 什麼美俗論述 美俗 就等於美國老鼠 你是一個老鼠 你要把台灣 什麼 變成美國的一州 那也不是 我剛剛講到 一些州的情形 就是最後一個狀態 在美國的聯邦體系 現在50州 50個星星 50個星星 最後兩個州 什麼時候進來 1959年 阿拉斯加跟夏威夷 是最後兩個 本來有48州 後來1959年 已經 50多年嘛 就變成50個星星 海外領土沒有星星 OK 美國國旗 13條 紅白 紅白條 13 代表 前面 13個殖民地 聯合在一起嘛 好 所以 變成一州 不是 我跟人家講 我說 比較接近 關島模式 比較接近關島模式 就是 我是一個海外領土 將來台灣自己 可以走出來 我們 要整頓一些時間 一定要整頓 整頓一些時間以後 我們高度自治 跟 在很多方面 跟 一個獨立的國家 不會有多大的差別 然後 呃 第三個 把台灣 變成美國的一部分 好 我剛剛講的 你可能 也可以體會到 但是我提醒你一下 伊拉克被美國佔領的時候 是不是伊拉克變成美國的一部分 沒有啊 這個恐怕 又是這個 學美國憲法的 他沒有接觸過 海外管轄地的那個管理 美國體系之下 海外領土的管理 海外佔領地的管理 沒有接觸過 這個不是批評 這是一個事實 他就是沒有學到這一塊 所以 他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OK 所以 我們不是變成美國的一部分 我們還是 在美國體系裡面 獨立關稅區 獨立關稅區 是因為我們是佔領地 一個獨立關稅區就是佔領地 我們是美國管轄下 或是說美國軍方管轄下 第一個獨立關稅區 獨立關稅區 我們的稅我們自己管自己 台灣的稅 台灣收 台灣花 OK 那我們就叫那個 美國過來給我們評估嘛 很多事情要重新評估嘛 因為我知道到現在 在台灣有什麼危險區域 我們如果下去 我們如果說 這個是一個危險區域 對不起 你這個村莊的人都要搬家了 如果我簽水扁 以前有這樣去做 那些人馬上高喊 綠營破壞 我們要投民進黨 我們都要投國民黨 我們都要投國民黨 那如果換到馬英九說 你現在這個村莊 要搬走 這個是危險區域 下一次洪水的時候 你這裡被沖走 這個太危險 你這個村要遷移 那我們現在馬上喊 來你破壞 我們要投民進黨 所以 因為那個政治的對立 所以很多事情不好做 我們就叫美國的那些 評估的那些 水土保持 所有的這些 進來 非常客觀的說 你這個村可不可以留 你這個村是不是要搬 沒有什麼政治立場 他告訴你 你這個村莊 在我評估 是危險的 將來 什麼颱風什麼什麼 你這裡可能被煙賣 你這為什麼 那你必須簽村 好不願意簽村 那切切 我前面第一個小時 有提到一點這個 美國是法理清 好 整個村莊切切 而且這裡每一次 有任何房屋買賣 你還要附上那個切切書 本人了解 我居住在這個地方 我這個整個村已經切切 如果有洪水 如果有山崩 有什麼什麼 全部自己負責 因為這個地方已經列為 不得居住的危險區域 可能就要非常嚴謹的去這樣做 要不然你人的生命 你怎麼 你怎麼保得住呢 這種不好的東西 還是要做 但是當然我們也要強調水土保持 水土保持也必須加強 OK 所以 這一部分 你碰到別人 他對你的疑問 會有這些 你也 必須能夠反駁他的 還有什麼 人家選那個美國憲法 他說喔不得了 美國憲法修正案第二條 人人有權利擁有槍支啊 那你進入美國體系啊 街上每一個人都有槍啊 那我看 我銀行不敢去領錢 而隨時進去隨時搶劫啊 對不對 他可能有這樣的想法耶 因為美國你可以買槍啊 嗯 OK 所以 這個由是潛似到 一個問題 因為美國為什麼會有那些海外領土 美國海外領土什麼時候開始 美國西班牙戰爭以後 美國 以前那個 呃 美國以前 呃 有一個報社的一個老闆 呃 叫什麼 Hurst 還是什麼 他後來他就在 加州嘛 他那邊加州有個城堡 可以去參觀 因為他做的那個 報業做的非常大 所以他蓋一個 類似城堡的 加州可以去參觀 好像在 舊金山跟 洛杉磯中間嘛 要做那個 所以 到那邊去 你可以參觀 好 anyway 美國西班牙戰爭 以後 美國贏了 留下來什麼 Puerto Rico 關島什麼 菲律拼 古巴 啊古巴跟台灣很像 就是西班牙割讓 沒有說給誰 所以那些 留下來 這些海外領土 美國開始 必須面對 海外領土的 管轄問題 所以那個時候 慢慢的 各個法院 開始討論 這些 模糊的地方 到底怎麼管理 怎麼管理 所以後來他有 判決 然後判決又指出 美國憲法 不是說 全部 自動 運用在海外領土 有某些條文是直接運用 但是很多 因為美國 本地 特別是這個 13條所代表的 13條殖民地 那些地方的特殊歷史 才 很多美國的憲法的那個條文 才有這樣子 所以 基本上 在海外領土 在美國 在美國選法 到哪裡都通的 生命 自由 財產 正當法律程序 這四個嘛 生命 自由 財產 正當法律程序 這四個是 都有保障 但是什麼 擁有槍支 甚至於 保障你有陪審團制度 那不是自動 就運用在海外領土 如果你要這些東西 你自己當地立個法 OK 所以 這個 當然美國憲法 運用在海外領土的情形 這個話題是非常大的 但是讓你了解有這樣一個結構 當然這方面我們可以 繼續大家來研究 所以今天 談到美國基本精神 第二個小時就差不多談到這裡 如果有其他的問題也歡迎 私下 大家一起來討論吧 好 謝謝各位 起立 立正 起立 休息十分鐘